看看新闻网 城市怎样发展 天蓝水清暗绿始终是我们的底线 也是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 随着上海四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的持续推进 我们正朝着天更蓝水更清暗更绿的目标而努力 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上海正逐步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瓶颈 向着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进发 水是声明之源 然而作为一座水质性缺水的特大城市 上海曾经为了寻找干净的水源地而煞费苦心 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水域呢 就是位于长兴岛的青草沙水源地 它这里的水质呢可以达到一到二类 自从2011年建成之后呢 这里就成为了上海自来水的重要来源 而目前呢青草沙原水工程 路易管线最长的一条支线南汇支线 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当中 立正能够在年底通水 位于长江口江心部位的青草沙水源地 水域总面积60平方公里 相当于10个西湖 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目前最大的江心水库 这里远离陆地污染 水量丰富 水质优良 最大有效库容5.53亿立方米 即便闲潮来袭 也能持续为上海供水68天 开辟长江新的水源地 特别是利用长江优质的原水 利用它充沛的水量 为上海提供一个更加可靠的 安全的优质的水源地 城市需要的不仅是清洁的水源 更需要有优美的水环境 苏州河这条曾经的城市樱沟 如今已经就冒幻新颜了 在上个月苏州河完成了 历时一年的底尼清淤工作 这也就标志着历时16年的苏州河 综合治理工程顺利地结束了 河底清淤就好比给苏州河搓了个澡 而综合治理更重要的是 对沿岸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2003年 浦州区启动了长峰工业区的改造 130多家重化工企业纷纷关停 而在新区的规划过程中 普陀不拘泥于复制传统路径 而是围绕2.7公里的苏州河沿岸 提出了生态商务区的概念 3300亩土地中 仅新建的绿地就超过了900亩 长峰的转型成功 为苏州河流域产业结构调整 树立了一个样本 今年4月28号 全长19公里的苏州河游船重新启航 从丹巴路码头顺流而下 老上海们惊奇地发现 苏州河沿岸曾经的仓库 码头 已经被公园绿地和清水平台所取代 苏州河沿岸的重化工业 则转型成一个个创意产业 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如果说从空中俯瞰 苏州河的绿廊宛如一条绿色项链 那么外环线两侧 环中心城区这两条全长98公里 宽达500米的环城绿带 则成为保护上海生态环境的一道绿色屏障 截至去年底 环城绿带累计建造3236公顷 完成规划总面积的52% 故村公园17 冰江公园17等 不同主题的大型绿地相继建成开放 一年四季各具特色 绿化部门表示 十二五期间除了按照进度推进绿带建设 他们将重点完善绿带的休闲功能突出与市民的互动 丰富生物的多样性 再一个方面增加一些功能设施 第三就是跟城市相结合 目前上海的绿化覆盖率已经达到了38.2% 人均绿地面积从以前的一张报 扩展到如今的一间房 从数据上看 上海的人均绿色财产已经超过了东京 大阪等都市 正在向巴黎 伦敦 纽约靠近 城市管理者十分清楚 上海寸土寸金 造率代价高昂 但生态环境效益不能用GDP简单衡量 经济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 长江碎桥重启通道的先后建成 使崇明从一座孤岛 一跃成为上海连接长三角 尤其是苏北地区的枢纽 交通的便利 使大量资金涌向这片上海发展的处女地 然而 崇明却死死咬定生态品牌不放松 面对蜂拥而至的投资意愿 选择科学发展之路的崇明 曾在短短的一个月内 婉拒了30多个不符合生态岛定位的项目 涉及投资10亿多元 崇明的发展立足生态优先 绝不会为了GDP而破坏生态环境 目前 拥有3.2万公顷 绿色食品园区的崇明生态农业 已经成为国家级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 风能 太阳能 找性能等清洁能源 将成为未来崇明产业的支撑 包括东滩湿地 中部森林等在内的 600平方公里永久保护区 则为崇明发展生态旅游业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要发展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就必须着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着眼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为了给城市发展留下足够的环境空间 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洁净的土地和空气 上海一定会将水清暗律进行倒闭